主席 主席有請一下那個署長 水利署長 首先主席 我要針對今天 今天審議這個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的執行成效 那這個成效最重要負責人除了水利署以外 自來水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都沒有來 這個委員會要提出嚴厲的譴責 這個董事長只會舌燦蓮花搞公關而已 這個董事長一無作為 每天你現在是忙著輔選還是怎麼樣 立法院開會都可以不來 總經理也一樣 所以我認為今天委員會要對這個董事長總經理兩個人做最嚴厲的譴責 為何 要不然今天排這個議程在排幹什麼的 我們早上來五點多 從屏東這邊搭高鐵來 那董事長總經理都不在 那來這邊幹什麼來這邊自強活動 所以我認為 要對董事長總經理 我們都五點多起來 你也幾千塊啊 我跟你抱歉 因為他們跟我請假今天有那個動途 我知道啦 動途有比委員會開會重要嗎 有那麼多七八個副總怎麼不找一個去 那董事長呢 最重要的董事長法定代理人啊 是董事長制的啊 董事長怎麼沒有來 這董事長幹什麼啊 跑去輔選啊 因為他是國民黨的總經理主委 他就可以不用來嗎 真的是莫名其妙 這個軟甘蒙這個 這每一天都是歐龍寫得 只有會 歐龍寫得 這總經理董事長整個航洩儀器 一樣的道理啊 剛剛我延續 林昌明委員講的啊 漏水利 那個董事長在這邊講的 歐 一百年一年漏水利 這樣要多少 不可能啦 現在還是每一年最少 漏水都漏掉兩個 兩個半的 母湯那個 翡翠水庫啦 所以我不重新來做 大家吃大鍋飯的心理 反正 我們就是國營事業 我們就是獨佔事業 你能耐我 就是這樣的心態啦 所以這次來水公司 長期來的一個一個情況 而且我認為 署長 我認為你這個要 要監督一下齁 次來水公司是一個 最大的詐騙集團 而且是地城造下線的最大元凶 怎麼講 裡面 著在各縣市各個鄉鎮 著了非常多的深火井 結果 大家都罵 推給農民 推給漁民 是抽水 結果最大抽地下水的元凶是 自來水公司 耳水自來水公司 抽地下水來混裝 自來水 簡易化之後混裝自來水 這跟詐騙公司 詐騙集團沒有什麼兩樣咧 董事長 署長 你可不可以補充一下 是 自來水公司的經營跟水池的管理 確實我們需要再繼續努力 不過你剛剛提到的 著地下水取用自來水井的 自來水的這個部分呢 目前各個自來水公司的深水井的位置 我們都有列管 所以 怎麼樣子讓這些地區的水量減少 是我們以這個列管的資料來處理 那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 從雲林跟嘉義地區 我們地下水管制區 目前正在做地上下限的房子 目前自來水公司的深水井 在兩年之內都要把它停掉 所以在東部 在這個南部地區 我們也希望有這樣的做法 對 主長 不單雲林嘉義地層下限 大家都很清楚 整個數據上顯現 台塘跟自來水公司 戳了大量地下水 才是整個造成地層下限的元凶 除了那裡以外 好 我要講你的選擇地點很奇怪 你像林邊是圓 是 是整個非常地層下限的地方 你們在林邊也遭了兩口深水井 奇怪 為什麼一定要遭在林邊呢 這它是一個嚴重地層下限的 那裡自來水公司 你還水上加霜 再找了兩口深水井 所以地點的指定 包括有必要這樣 用這個地下水嗎 水的供應量如果高的話 如果整個在經營管理 能開源節流過的話 根本不必要地下水來抑注啦 所以你說你選擇地點 你特別用在地層下限區找井 這更奇怪了 所以政府我認為這個部分 是最大元凶的道理的原因在這裡 你剛剛提到的林邊地區 我們會詳細的查 不過在林邊跟加東地區 目前這個已經列為地層下限的 要個案要以這個特別預算處理的一個區域 我們會清查 署長我認為在地層下限區 應該即刻風景 在地層下限區 在整個國土 未來整個國土富裕的這個經費 會遠遠付出的社會成本 會比這個還要高啦 所以我認為這個地層下限區 應該即刻風景 另外署長 我在建議齁 你們現在這台水公司齁 在整個在施作的當中裡面 有些道路回補的那個經費齁 往往過高於你們那個管路的那個鋪修費用齁 這個部分你們是不是可否跟公路單位 或是跟內政部類營電署 責任所有的鄉鎮事工手 要不然你做兩米的工程 可能要道路的那個維修費會比你 那兩米的管線還要高啊 所以這個當中很不合理 我想你們在偏點地區要去施作的時候 常常騙人道這樣的問題啊 道路維修費用比那個管線費用還要高 所以現在我們是非常期待地方政府能夠協助 到目前為止呢 列到平比裡面來的幾乎都是陸修費用 地方政府都會吸收 所以我們會以個案的方式呢 一個案一個案協調 那目前很多的縣市政府都已經同意這樣的做法 某某某署長 你說縣市政府同意 鄉鎮公所它也是一個自治機關啦 所以我認為未來長治久安 還是應該跨部會的 有一個中央行政院的 或是在內政部有一個相關的法規 行政命令也好 這樣的一個會議規範下來 讓所有各鄉鎮公所 有一個一致的標準 你總不能說我今天到這個鄉鎮 到假鄉鎮 它不用入修費 好 這個已鄉鎮要入修費 那如果這個管線是跨黑鄉鎮的 那就麻煩了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實際問題啦 這個我們會列入檢查 你比如說你現在無偏遠地區 特別嚴重的 六十趴裡面 大概未接水的六十趴 高達六十趴裡面有五十七個鄉鎮 這五十七個鄉鎮裡面 屏東縣就佔了三十三個鄉鎮了 這很奇怪 我舉一個小小的例子 零肉鄉就好了 零肉鄉它有一萬多個公民喔 但是它接自來水的才有六十四戶而已 這樣的一個接水率偏低 那邊又有很多養豬的 然後又有很多地方一樣 所以我認為在針對偏遠地區 無自來水供應 應該實際上去整個一個評估 而不是說誰先搶誰先搶得到 那真的沒有自來水照樣苦哈哈 你像整個坎頂鄉 它沒有自來水 整個潮州站那麼大 它沒有自來水 那唯一有一個原因 像萬丹經過水災 它也沒有自來水 那好原本要找緊 那就因為你們找緊大家抗爭 怕影響到農內用水 所以這當中裡面 署長我建議你們在無自來水地區 這個部分是您署長 只管了一個業務俠 一個管俠吧 所以你應該去整個真正檢討 落實到無自來水地區的 這樣的一個作為 那另外署長 我認為有一個東西 你們要解釋清楚 知識體大 國產局呢 將目前已經發文 要可以承租的國有土地 不管它是地層非地層下嵌區 它都要求水利署 做一個是不是地層下嵌的一個報告 那你們是他下屬單位嗎 那 而且要百姓提出來 而且把責任推給水利署 這對水利署也不公平 那你們怎麼去公告這個水文呢 那對於百姓 原來已經要承租或是續租 或是承過的 這個公有土地 公有土地 它一式的用一個行政命令 經建會 10月5號的經建 的一個行政命令 這個命令 這個截止日 12月25號 就整個已經結束了 所以未來10月5號之前 都不能租 那要租之前 10月25號之前 全部自己 百姓要去找這個首位 它沒有影響到地層的問題 叫百姓哪裡去找 叫水利署證明 水利署有那麼多人力 來讓整個全國的這樣一個公有土地去證明嗎 這個署長 你可不可以在你的本位單位上 你將來是當 背黑鍋啊 國產局整個都推給你們啊 你將來是背黑鍋啊 是這個我們會了解一下 如果先有資料庫系統 可以馬上查得出來 那我們會接受這樣的一個做法 但是如果資料庫裡面 沒有辦法來做這樣的反應的話 我們會跟國產局再來選擇 沒有沒有那個蘇長 你說你接受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目前 地層下限區的資料庫 它的範圍在哪裡 那假設這個查詢 民眾的申請 這個書寒來的時候 只要附上它的地址 我們可以在我們的資料庫裡 馬上就查出來 那假設它的是 位置是在嚴重地層下限地區的話 或許它有一個相關法令的規定 國產局那邊會有規定 但是重點是在 我們能不能很快的讓民眾知道 這個地點適不適合做其他地方 但是署長 這其中裡面 牽扯到影響的層面很大 怎麼很大 你只有直接一個行政命令 一個會議紀錄公告 國產局馬上把所有的停止掉 這停止掉中中裡面 你整個國有財產成出法裡面 不一樣喔 而且政府也沒有充分地去預告 也沒有頒簽的費用 這樣的決策 而且這個水利法 這本身裡面本來五年要檢討一次喔 上次的檢討是民國九十四年檢討 現在已經一百年年底啦 可不可以麻煩委員把那個資料 讓我們了解 我們會詳細來跟國產局 會議紀錄阿 黃萬祥副主委主持的阿 這個我會詳細了解 這影響層面很大阿 假設有一些是過度的限制的話 我們會來反應 這過度限制來影響百姓的權益 我認為而且將來 你水利署就去背黑鍋 這對你們也不公平阿 也背黑鍋阿 這些委員的提醒我們會詳細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部分喔 我是覺得你要趕快 因為這簽個百姓的權益啦 那好那我請一下次長 沒有啦 再打兩分鐘 兩分鐘 不能延期 次長 我們為了所謂的這個 奶粉的降了關稅 大概降了1.4億嘛 那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絲毫沒有感受到 奶粉業者把這個關稅降低之後 反應在這個銷售上 你有沒有去查 這部分我們有 折層工業局 針對這些降稅的效果 是否有適當的去轉嫁到 這些產品的層面 去做一些了解 你折層工業局 那什麼時候會知道 我再確認一下 看他們在這方面 什麼時候折層工業局的 因為在一般的這種關稅 一般機動關稅調降的同時 我們部履在檢討的時候 都會要求相關的單位去注意 他這個後續的效果 您可以馬上到市面上去查看看 完全沒有調降 英文奶粉調降 我們的稅損就高達1.44億 這是一個概算 大概從整個機動關稅的調降 裡面 大概稅損大概 總稅額大概稅損1.62億左右 那1.62億左右其中裡面 奶粉的部分就1.44億啦 那好 那目前在整個 每公斤250塊左右 跟市面上 跟市面上 每公斤售六七百百塊 他未稅之前 他還沒有含稅之前 他的跟整個在市面零售 高達3.5倍 那這當中裡面會變成說 你業者 我業者我不調降價格 但是你關稅降啦 我業者我不調降啦 那怎麼辦 你政府 你政府自己調降關稅的啊 我並沒有 我並沒有要求你調降啊 那你調降關稅了 那我的零售降 我不調降 你能奈我何 目前為止就是這樣 那你怎麼辦 市長 這一層就是剛剛我提的 我們會進一步去了解 這種降稅的這種效果 到底怎麼樣反應到最終產品的物價上 你不要只有反應嘛 已經調降關稅那麼久啦 對 因為每一個產業它的成本結構 是不太一樣 他怎麼去透過什麼樣一個 市長 那你怎麼不每一個產業全部都調降關稅 當你要調降奶粉關稅的時候 你就應該有所因應 這個奶粉 大概有多少的業者在進口 多少的業者在生產 你是針對單一產品調降咧市長 你不是所有的產品調降咧 你單一產品調降 換句話說你的配套要很快就出來了 而不是調降了之後 任期業者你變相圖利業者啊 等於政府損失國庫啦 這個稅收啦 這個業者獲利啦 人民沒有獲利啊 人民照樣買到很貴的奶粉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啊 所以我們要求市長 應該即刻在假個禮拜之前給我們一個答案好不好 我們了解一下 我們目前在市面上我所坊間 我是不好意思講這個品牌啦 講這個品牌怕影響到 這個品牌裡面所影響到的 都是影響到 整個沒有調降啊 那這沒有調降的話 那政府降這個關稅等於是 等於是 等於是在 調降什麼東西的 沒有用嘛 百姓也沒有感受到嘛 所以你要調降 應該也跟著讓消費者買到低廉的奶粉嘛 好不好齁 好謝謝 謝謝